大家好 我相信我們在西田湖 大家都會聽到一個很難過的消息 我相信大家在這個周圍的時候 都聽到一個很難過的消息 我們看到持一個錯誤信仰的一群人 他們做出一些商品害理的事情 我們看到有這麼一群 有著錯誤信仰的人 他們做出了一種商品害理的事情 代表我們有很多的傷痛 給大家帶來了很多的傷痛 我們都是在土谷裏面 來紀念我們的上帝去動功 希望大家能夠在禱告當中 請求上帝他自己來動功 停止這些人的事異的通殺 阻止這些人他們勢力的通殺 也都求主憐憫受傷或死亡的家人 求主醫治他們 也求主醫治那些傷者或死亡的家屬 又讓他們能夠很快的幸福 那他們也能夠得到神的憐憫 能夠很快的康復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真相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真相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兩位人士呢 那我不曉得大家認識這兩位嗎 如果你不認識他 或者我給音樂聽聽看 你記得他是誰 如果不認識的話 我們來等音樂 看他們的畫面 記憑 更多謝 謝謝 請次提上的是X法 正暢說了 這是X法案 這是在1993年9月正式在美國上演的電視劇 這是一部在1993年 隨後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內音的翻譯 這個電視劇隨後就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了配音翻譯 裡面是講述的一個FBI的探員 他為了真相不斷的來追查 這個電視劇提到有一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警員的偵探 他在這裏表示真相 雖然1公司的時候他講了一個事實來編排 這個電視劇好像是根據一個事實來編排 但我覺得有很多條件都是一個推敲或者是一個虛擾 但是相信裡面也有很多的編排推倒 整部電視劇最重要的一個動力就是這個FBI的探員 他為了真相那種來追查的努力 這個電視劇它的主要動力就是正面見人 正面見他未必要追求真相的一種努力 其實我們的上帝已經早早把真相告訴給大家 其實我們的上帝很早就把真相告訴大家 我們不需要像那位探員 不斷在不同的地方尋找 我們並不需要像這位探員一樣在不同的地方尋找真相 他透過聖經透過世界的創作已經把他的真相告訴大家 就像今天的經文一樣 耶穌已經把他真理的真相來教到猶太人 就像在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耶穌他已經把真理的真相交道給猶太人 不過不可惜他們的回應他們已經失望 但很可惜的是猶太人們的回應是很失望 今天我們就看著經文的次序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就想按照經文的次序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看耶穌怎樣把真相來揭示給大家 我們首先要來看看耶穌是怎樣把這樣的真相揭示給大家 這個真相就是一個永恆的真相 這個真相是一個永恆的真相 跟著我們來看看猶太人的反應中 他們的錯誤的地方在哪裏 然後就來看看猶太人的反應當中他們錯在哪裏 他們有一個錯誤的前線、錯誤的認定和錯誤的決定 他們是有一個錯誤的前線、錯誤的認定 最後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們先看這個永恆的真相是怎樣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永恆的真相 31到32節 在31到32節裡頭 耶穌對信他的仰太人都說 你們若信信我的道就珍視我的門徒 你們必要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耶穌對信他的仰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們的道就珍視我的門徒 你們必想的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我 因為他的信息其實是基於31、32節裡頭 今天我們的信息就是基礎於31到32節 如果按照上文的技術 當時耶穌是在聖殿的庫房繼續講論的 如果我們有留意前面的經文 就知道當時耶穌是在聖殿的庫房裡面在講這句話 所以當時有一群猶太人跟他在一起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一群猶太人跟他在一起 而當時的猶太人對耶穌的教導 有些人是不信的 有些人本信本體的 有些人有些人相信過 而耶穌在教導那群猶太人 是信他的一群猶太人 而耶穌在教導的、對著說話的這群猶太人 是相信他的那群猶太人 所以 也就是這樣說 耶穌已經知道這群猶太人 跟他講出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31到32節 這個真相 也就是說 耶穌在對著一群相信他的猶太人 講出31到31節裡提到的這樣一個真相 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事情 這是一件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 因為事實就是真相 而這個事實就是真相 真相也是事實 真相也是事實 你可能會這樣問 或者是 怎樣才能說是一個真相 那你可能會問說 到底什麼是真相呢 我們看看耶穌的邏輯和盡情是怎樣 我們看看耶穌的邏輯在哪裡 第一就是你要去守耶穌的教導 第一點就是說 首先你要守 遵守耶穌的教導 耶穌所教的 如果人的遵守 就在聖門裡 就要表現出來 耶穌所教導的 如果你真遵守 那在思國當中 你就會有所表現 遵守耶穌教導的 耶穌就說 在我的門徒 那耶穌說 遵守了我的教導的 你就真是我的門徒 由於願意按著耶穌 吩咐而行的人 他們通常都可能會遇到其他的困難 那因為常常願意遵守耶穌教導 而生活的人 他們會不時的遇到一些不一樣的困難 遇到困難 但你仍然按著上帝的教導 因為耶穌的教導 你原來會有些改變 然後當我們在困難當中 如果能夠按照耶穌的教導 你會發現生命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會帶動生命的改變 而這種生活上的改變會帶動生命的改變 林偉雄是一個在香港出生的小人物 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林偉雄 他是出生在香港的一個小朋友 他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他是在六四年代的時候出生在香港 小學生時刻無心向學 結成了一些不良的分子 上小學的時候就是無心上學 而且是結交了一些不良分子 之後他有五日皮靠 最後他是污入企圖 如果要寫他人生全本身的簡靈 是甚麼呢 如果用一些話來蓋過他人生的前半步 那是甚麼呢 打劫 坐監 再打劫 就是搶劫 坐牢 再搶劫 吸毒 戒毒 再吸 就是吸毒 戒毒 再吸 在他精壯的人生的歲月裡面 他合入這種的國性循環當中 當他在人生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是陷入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當中 每次放監出來 他亦然叫他為了要有錢買毒品 他就周圍為人借 每次從監牢出來 就為著要去買那個毒品 他就去到處借錢 借到錢 吸毒 他又沒有能力去工作 借了錢 擺了毒品吸毒以後 卻喪失了工作的能力 整天都留在家裡 成為家庭一個很重的負擔 整天就留在家裡 成為家人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過了十年的時間 都仍然是這樣 就這樣過了十年 還是這個樣子 有一天他媽媽就跟他這樣說 有一天他自己的媽媽就這樣對他說 如果你是有良知的 你就在窗門上添落下去 我會和你處理你的身後事 他說 如果你能夠有一點良心的話 你就從這個窗戶跳下去 我會來處理你的身後事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 請你以後不要再回來 他說 如果你怎麼做的話 請你以後永遠不要在家裡 在那一刻他知道 然後連最愛他的媽媽 最愛他的媽媽都不理他了 就是在那一剎那 他以拜託 就是最愛他 最包容他的媽媽 已經都不能接送他 就在這個時刻 他想起在介護所裡 聽過的聖經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想起了在監獄介護所裡 聽到的一句聖經 他說 凡老苦丹重膽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聖經的經文告訴他說 凡老苦丹重膽的人 你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讓他們能隔安息 他再次來向耶穌真心 我祈禱 counseling 去祈禱 去應聚 去悔改 他就再一次地 向耶穌真心地 來� 짧過禁止 他們人 obrig了 他真的在新世間 他從事注尉成功 三年以後 他借自成功 他再被一個品牌 他再也不會被這個 vähän 他工作時候 遇到他一個 舊的吸毒켜錢 他在工作的時候 找到了一位 他從前那個吸毒朋友 他免費給adi BEN 他給朋友吃 他那位朋友就給了他 他心裏面就出現上帝的患怨 那個時候他心裏面就想起了上帝的發言 你們要逃避 他要來逃避 於是他拒絕他 所以他把他拒絕 因為他已經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了 今天他已經成了一個自由的人 他有自己選擇的自由權 他有了自己選擇的這樣的一個自由權 97年他結了婚 他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97年的時候他接了婚 還生了一個小孩子 和家人重建他們的關係 他跟家人也重建了這樣一種愛的關係 他和家人改了這些破損的關係重修 這種破損的關係被重建 由於他聽耶穌的吩咐 因著他聽從耶穌的吩咐 委託他明白和經歷真理的能力 委託他明白也經歷了真理的大力 他的生命從國自由 如果我們用宗教的說話 你會說他從最終經歷耶穌基督的改變 得到生命的一個暫時的一年 如果我們套用宗教的宿理 就是說他因著耶穌的話語 他從最終得到釋放 得到新的生命 本來他的生命是朝向死亡的 現在他有盼望 他可以朝向永生 本來他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的 可是因著耶穌來探望 他的生命有了永生的害怕 這樣的人生不單止是為自己帶來喜樂 這樣的人生不單單是給自己帶來的喜樂 更加幫助到他身邊的家人的認識上帝 也是能夠幫助他周圍的家人認識上帝 對他自己來說他更加明白 所以他想靠耶穌和祝福的吩咐 帶來他的自由 所以他能夠去經歷愛和經歷被害 他也就明白 因為耶穌的能力 他能夠因為他遵循他的話 他能夠被愛也能夠經歷愛也能夠去愛 耶穌他要向他相信的人 來展示他的真相 耶穌就是要這樣相信他的人 來展示這樣的一種真相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不過可惜人往往都是對事情的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前置 很可惜的是人人忙忙是對有些事情 有自己的看法 有一種是前涉 說話都未消化 總之已經有些定論出來了 人人說的話都沒有消化 就馬上下來了一個結論 甚至乎是拒絕反對 甚至是拒絕要來反對 經文裡面的猶太人 他就在這樣的態度 在經文中的猶太人 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種態度 耶穌跟他說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個應該是一個好的消息 本來耶穌跟他們說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但是他們有一個不尊常的反應 可是他們卻是有一個不尊常的反應 我後來由33節到59節 就是他們當中的不斷的對話 從下面的經文33到59節 就是他們之間的一些對話 裡面是經常提及一個的人文 阿伯拉庵 那在這些對話當中 常常會遇到一個人物 就是亞伯拉庵 在整個猶太民族裡面 或者叫以色列裡面 阿伯拉庵是他們的慈祖 在猶太人或者說以色列人中 阿伯拉庵是他們十年 在九陽聖經 就是創世紀十一章裡面 他的名字已經出現了 他當時是叫做阿伯拉庵 在《就業創世紀》十一章裡面 他的名字出現 當時他的名字就叫阿伯拉庵 他被上帝簡選賜福 他是被上帝所捲選賜福 阿伯拉庵的地位就是整個 猶太民族的父親 亞伯拉庵就是整個猶太民族的父親 所以猶太人 故意自己是阿伯拉庵的後裔 以此為驕慕 所以猶太人也自己是 是亞伯拉庵的後裔 被驕傲 所以當耶穌說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的時候 意味著他們這種 最以為是驕慕的憲懼 就被耶穌輕寒了 所以當耶穌說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言下之意他們所正義為傲 這樣的一種相信 就是被耶穌輕寒 他們覺得被傷害 覺得被捕獄 他們甚至覺得被傷害 被捕獄 還有這些東西 猶太人 只會對自己的民族歷史 其實是一個 又是糊塗糊塗的一班人 另外也好像看得出來 這些群猶太人 對他們自己的歷史 也是糊塗的 因為在他們的回應中 他們說 我們從來沒有做到任何人的老大 因為他們的回應當中看到 他們說 他們從來沒有做溫柔的人 但是其實對歷史稍微有認識 人都知道 由他人 其實經常都是被 為人的國家來攻擊 但是如果 清楚歷史的人 都知道 有太人常常被 林國所攻擊 甚至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更加會知道 就是他們的攻擊 會導致他們破口監 甚至 他們應該知道 他們曾經逃破家 甚至乎被捕獄到 其他民國的地方 這些都是他們熟悉的 甚至是被捕獵到 其他的國家 這些應該他們都是熟悉的 問題是耶穌說的話 觸動到他們的神經線 問題是 耶穌祂所講的這句話 是觸動到他們的神經線 所以他們就 決定要去抗爭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抗爭 其實 我都不是比他們好多 其實想下來 我並不比他們好多 記得我小時候 剛剛聽到 人們跟我分享福音的時候 是怎樣的 記得從前 當你們來跟我分享福音的時候 我的反應 有個基督同學問我 告訴我你有罪 有個基督同學來跟我講說 你有罪 我心裡就會覺得 你都一定有問題 基督同學問我有罪 我哪有罪 我心裡就想 你一定有問題 你竟然敢說我有罪 我哪裏來的罪呢 很奇妙 不過基督同學好像知道 我想什麼 但很奇怪的 這個基督同學好像 他就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 他問 你有說過謊話 你有試過不接著這個規針軟過馬路嗎 他就問 他說你試過說過謊話嗎 你曾經這個部首交通規則 就這麼紅穿馬路嗎 你有試過這樣去胡編的基督圖嗎 你試過這樣去回憶一些基督圖嗎 我那時候在心裡怎樣拿 當時我心裡是怎樣想的呢 個個都有啦 個個都是這樣的啦 當時我說 其實 人人都有做這種事情 每個人不都一樣嗎 其實 真相我自己知道 其實真相 我知道 我知道 個個都是這樣 個個都是有罪 我知道 每個人都一樣 不過我認識 但是 我不承認 我心裡想的 其實就是真相 其實我心裡在想的就是一個真相 我不去想他 我不去理他 就是因為我沒有犯罪 但是 我故意的不去想他 不去思考這個事 我就覺得我沒有犯罪 通常那些基督圖 講不過我之後 他們會離開 常常這些基督圖 他們說服不了我 他們就離開了 也許那些基督圖 他們很願意繼續跟我講 也有一些基督圖 他們願意繼續跟我談談 耶穌就是繼續跟這群的猶太人來講 耶穌就是這樣 他繼續跟這個基督圖 他也在這裡談談 耶穌很希望 我們知道問題所在 而且還要比出到我們 耶穌他是很願意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問題所在 而且是給我們指出一條出路 在34到38節裡面 耶穌向猶太人指示 他是上帝而似這個身分 從34到38節 耶穌在這裡向猶太人展示 他是上帝的兒子 這樣一個身分 因為他有這個身分 所以他有一個權兵來做事 所以正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身分 所以他就有說話的權兵 你有權兵叫你在他創造的天地下 你都去做他的事情 他有這樣的權兵 讓他所創造的天地之下 做他讓我們做的事情 你有一句話 我們都很熟悉的 有一句話我都很熟悉的 你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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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把這裡當成你自己的家 誰有才能說這句話呢 誰有這樣的權兵 講這句話呢 當然是家裡面的主人 才可以說這句話 當然就是家的主人 他可以說這句話 如果有一個人來到我家 我在家的時候 我的兒子就有權 去說這句話 當有一天你來到我的家裡 如果我不在家的話 我的兒子也有這樣說這句話的權益 耶穌是獨成獨生的常禮 耶穌他是道成獨生的上帝 他在地上跟你講的說話 代表著天父所講的說話 他在地上對我們說的話 就是代表天父上帝他會說話 所以耶穌說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正自由 所以耶穌說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他絕對有資格 甚至只有他有這個資格 也都是鄉人 也都是說這句話 耶穌他是有資格 他絕對有這樣的資格 對著我們人說這樣 可惜真相揭開了 不一定令到人來接受 很可惜的 被接看了的真相 並不見得能夠被人接受 猶太人的反應就正正證明這一點 猶太人的反應就叫我們這一點 我們看看他的第二個錯誤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他們第二個錯誤是什麼 第一個錯誤 他們是錯誤的一個贏人 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們有錯誤的認定 在39和40和41節裡面 猶太人已經回答 他仍然沒有走出自己的思想 我們從39到41節看到 猶太人的回應反應 沒有從他們的思想當中做出來 他們仍然被自己之前思想的前妾 限制了自己的想法 他們仍然是被他們自己的前色所限制 又或者他們仍然停留在自己的驕傲當中 又或者說他們仍然停留在他們自己的教愛當中 他們認定他們的父就是阿伯阿伯 他們認定所信的就是上帝 他們認定他們的父就是亞伯阿 他們認定他們所信的就是上帝 意味著他們自己的驕傲就是一個神種的猶太人 也就是說他們很驕傲的是 我是一個很沉重的猶太人 我是百分之一百的上帝的子民 我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上帝的子民 這個就好像我當年犯錯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很像當年我所犯的錯誤 就算我有罪 我也是個好人來的 只有算是我有罪 我還是個好人 我想這些想法很多人都是一樣的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沒有殺人 我沒有做過傷天害人的事情 我畢畢有殺人 也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人的事情 我只不過是眼中做過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我只不過死不長地做了那一點點見不陽光的事情 但總而來講我也是個好人來的 但總的來說我還是個好人 這些問題我經常都在想的 這些問題其實我常常有在思考 那些基督徒為什麼經常都說人家是罪人 我就想這些基督徒他們為什麼常常說人家是罪人 很有趣的 他說人家是罪人的時候 他都說自己都是罪人 這很奇怪的 當他說別人是罪人的時候 他也說他們自己也是罪人 如果拿著狼出來說罪人不罪人走開 他們應該做什麼 那按照國際說 當一個罪人碰上另外一個罪人的時候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當然是犯罪 犯罪 當然是 但他們叫你不要犯罪 但是他又說不要犯罪 要信耶穌 要信耶穌 這些事情我信了主之後我就明白了 當我信了主以後 這些事情我都想明白了 原因是很簡單的 原因其實很簡單 他們的方法 其實他們這種方法 也都被這個世界吸納採用 其實他們的做法 今天已經被這個世界所接納所採用了 大家的手機上也都有這些功能 大家的手已經都有這樣的功能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圖 看看你的手機有沒有這些功能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圖 看看你的手機有沒有這些功能 這些是什麼功能 這些是什麼功能 分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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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道理真的很簡單 一個罪人 他信了耶穌成為一個紀錄圖 當一個罪人 他信了一個書長的基督語 他知道有好的東西 可以跟你分享 他知道耶穌有一種好的東西 他當然要跟你分享 他經歷多些好的東西 可以跟你去講 他今天說這些好的事情 他當然跟你分享 他知道在耶穌裡面有永生 他就跟你去分享 他知道在耶穌裡面有永生 所以他一定要跟你分享 因為他知道真理之後 他得到自由 他就跟你去講 因為他認識了真理以後 他就得了自由 所以他要報送你 所以你經歷同跟你分享 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當基督要跟你分享 是一件很自然的過的事 我們回來看看經文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有兩次的呼應 他都指出猶太人的強調 自己是阿伯拉伯的後裔 我們再來看看下面的耶穌的回應 猶太人這裡有兩次 他們都指出 他們自己是亞伯拉伯的後裔 雖然他說他們是他們的後裔 但是他們的行為 他是跟阿伯拉伯所做的 剛剛相反 雖然他們在這裡說 他們是亞伯拉伯的後裔 然而他們所行的 卻是跟亞伯拉伯的後裔 應該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 在詳細紀的十二章 一道四字裡面 在國術道上帝裡面 他呼召阿伯拉伯的後裔 從一個護紙出來 去服侍他 在《座師記》十二章 一道四節那裡提到 上帝是怎麼把亞伯拉伯 從吾爾呼召出來服侍他 我們重點來看第四節 我們重點來看第四節 亞伯拉伯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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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伯好聽話 亞伯拉伯他非常聽話 另外一段事情 應該在《座石記》二十一章 都說了人知 就是他自己來獻他的獨生子 獻他的兒子結殺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座師記》二十一章》裡 也是《廣為人知》的一個故事 就是亞伯拉伯現如殺他的獨生子的事情 《《座師記》三章》 《座師記》二十一章 《座師記》二十一章 《座師記》三章 《座師記》三章 如果人不選擇真相,他就不接受這個事實 如果人選擇了不接受這個真相,他也就不會接受這個事實 不選擇真相,他就是選擇虛假的事 當他拒絕選擇真相,他也就是選擇了虛假的事情 原著虛假的事,共成一件真實的事情,他就是講大話 而要把虛假的事情講成真的,他就是在說話 今天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和過去的年代有很多不同 今天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在跟過去是有很多不同 就是我們今天看事情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來去了解一件事情 就像說今天我們看到一個事情 是往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 特別可能是做學術研究,我們都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在同一件事情,究竟應該怎樣來解釋才合理 特別是我們做學術研究的,往往都使用 從很多不同的角度看這個事情 然後看看怎樣才是最合理的警示 我個人認為這件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客觀性 我個人認為這次非常好,因為這樣會比較有客觀性 我贊同的基礎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備重的人 我們都有我們的限制 我贊同這件事情的基礎就是我們都是備重的人 我們都是有限的 有時候我們看一件事情,過後看我們都好像痕跡摸著 其實我們都不清楚我們所知的是甚麼 很多事情往往我們過後來看,當時就像蝦子摸象 都不知道真相的劇本是甚麼的 所以我會有錯,你會有錯,每個人都會有錯 所以我會有錯,你會有錯,我們每個人都有錯 但是今天這種思想已經是發達 然後今天這樣的一種思想已經是困難 控制著我們的生活的原則 甚至乎影響著我們的道德的標準 控制了我們生活的原則 甚至影響到我們做人的標準 甚至乎影響著我們明明知道我們做錯事 我們都不夠膽去出聲 常常我們明明知道別人做錯的事情 我們都不願意去說話 我們可以想想這個情況,整個世界會發展成甚麼樣 我們大家一起來想想,如果這樣的情況繼續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怎樣呢 在10月中,我收到一個大力經濟的女友 10月中旬的時候,我收到一個電郵 我用這個引起我的關注 這個電郵的內容,請你滿足 大約他在一年半前,在伊利浪州21-211 鑽名的校區裏面,有一個叫做跨性別的高中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女人 那這個電郵裡面講到 這個電郵是我一年多前收到的 裡面就提到在伊利浪州21-211學區 裡面有這個一個男生 他認為自己是跨性別的這樣一個男生 他要求呢? 他使用學校裏面的女更衣室 他向學校要求要無條件的使用學校裏面的女更衣室 當時學校就拒絕他這個要求 當時學校就拒絕了他這樣的要求 其實這個校區已經是很鬆鬆很開放 其實這個校區對他已經是很開放很快鬆的 因為如果他要洗手間 他要去洗手間的時候,他可以用女生的洗手間 他如果要去上洗手間,他可以進女生的洗手間 但是他現在要用過浴室 但是他現在要用那個浴室 這個男生的要求是要無條件的用女性的浴室 這個男生他的要求是要無條件的使用這個女生的浴室 於是他這個男生的父母呢 就贊成這個人物的想法 於是他就來同意、寫信、控告這個校區 而這個人的父母,他們支持他們的孩子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他們就寫信來控告這個校區 李興競出來競出,是想換成更加多人來關注這件事情 甚至做一些行動來支持,反對這件無理的事情 這個弟兄他向大家發出了這個電影就是想 喚起大家的注意 甚至希望大家能夠採取一些行動來反對這樣一個無理的要求 這個錯誤是因為人太過自大,實在太過自我了 這樣的錯誤其實真的是因為我們的人實在是太自大、太自傲 人只是想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人只是想到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枉顧一切、目光一切 卻是枉顧一切、目光一切 其實他們是枉顧了上帝所定下的規矩 其此他們是在這裡枉顧上帝所定義的一些規矩 耶穌的遭遇就是我要將我的真理來告訴你們 你們因此而不順我 耶穌在這裡遭遇到的就是 我想把這個真理告訴你們 而你們卻因著這樣的一個真理 你要不相信嗎 如果我們想想 在基督徒跟你說 告訴你我們有罪的時候 這個是千真萬幸的事實 當然如果有一個基督徒在來告訴你說 你有罪的時候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如果不是基督徒在那裡講答案 否則這個基督徒他就在說謊 當他跟你說出真相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怎樣的 而當他告訴你這個真相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怎樣的 他們這樣的反應是由於 耶穌再一次直接的指明了他們的問題的所詮 就是四十七節裡面所提到的 出於上帝必聽上帝的話 你們不停因為你們不是出於上帝 因為你們不是出於上帝 耶穌這句話是刺中了他們的中書神經 耶穌這樣的一句話是恰恰刺中了他們的中書神經 因為你們不是出於上帝 因為你們並不是出於上帝 對他來說 比他們說他們不是純種的猶太人更加難接受 這樣的一句話 說他們不是純種的猶太人更加讓他們感受 其實這是一個悲劇 其實這是一個悲劇 猶太人至少在家裡面 在會堂裡面 在聖所裡面 你都是學習惑法 猶太人從小他們就在家裡 在會堂 在聖所當中學習慾法 學習他們的祖先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學習他們的祖先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摩西過紅海 耶利摩城不公自破 摩西那過紅海 霹里格城不公自破 但他陪著基聯的石 就可以打敗個人 哥利亞 到他用了這個小弓箭 他就能夠 跟那個時候 就能夠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所羅門他起聖殿 他的智慧無人能吸 所羅門王他建立了聖殿 他的智慧 智慧 人能之 這一切都是猶太人 他引以為後的歷史事實 這一切都是 猶太人引以別留的歷史事實 在當中我們都知道 這些光輝的歲月 是因為有上帝與他們的同在 他們也明白 所有這些光輝的歲月 都是因著有上帝與他們的同在 上帝單單挑選了 以色列人成為他的百姓 上帝他單單挑選了 以色列人成為他的男性 所以當耶穌直接騎飛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難以接受這種指責 所以當耶穌在這裡 直接指責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難以接受 所以我們就明白 有太人會指責耶穌 他們說你是被鬼附著的 你是殺馬利亞人 即是說你是贈種 因此我們也就不能明白 在這裡有太人 他們為什麼這樣罵耶穌 說你是沙馬列人 你是被鬼附著的 也是說你是個贈種 耶穌面對著情緒高著的猶太人 但他仍然要教導他們 因為他要他們明白真相 他繼續解釋給他們知道 相信重點並不是因為你的身份 並不是因為你的關係 他要讓他們知道信仰的重點 不是他們的身份 那是要遵行上帝的吩咐 也就是遵行耶穌的教導 那是要遵行上帝的吩咐 也就是要遵行耶穌的交道 當人這樣做的時候 上帝的經驗他 他的人生就得到永生 當一個人這麼做了的時候 上面的音訊就是 這個人他將要得到永生 得到永生就是 耶穌所說的在這裡所說的 不見死 得到永生 也就是耶穌在這裡所講的 不見死 耶穌所說的永遠不死 並不是說我們永生 或者我們脈質上的身體的事情 耶穌在這裡講 無見死 並不是講到我們這個肉社會 故事上的這些事情 耶穌靈的生命 是一個回去 和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 那個環境裡面 而是說我們的屬靈的生命 就回到了上帝在創世之初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和上帝的關係 統統是無助的 我們跟上帝的溝通是毫無阻隔 或者這樣說 就是恢復和上帝原先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恢復跟上帝原先的關係 其實一開始 這群猶太人 在創無的前撤 在他未消化 他未得不及待 他未得不及待 這就是毫贏 我們回想一下 一開始這個猶太人 就是一個前聖 這個上帝的話還沒說完 他就破不及待 就有了一個認定 在一個錯誤的前撤底下 不論你有多努力 你都會達到一個錯誤的結果 有了一個錯誤的前設 但不管你是國務的努力 你能解誤 必然是錯誤 除非在當中 你知道正確的方向 你作出修正 除非在這個過動當中 你知道錯誤 做出一些修正 但是這群猶太人 他們的中書神經被刺中之後 他們的反應就叫做神經過誤 但是當這群猶太人 他們的中書神經被刺激到以後 他們馬上就變得神經過誤 他們再一次來 拿出阿伯阿伯來做他的例子 他們馬上就翻出謠 做了他們的例子 他說難道 你被我們的祖宗阿伯阿伯說 大媽他死了 眾先知也死了 你將自己當作什麼人 他們說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 有何害大嗎 他死了 眾先知也死了 你叫自己當作神 以明著他們所認識 正以為驕傲的一個人物 都已經死了 你究竟是誰 他們以下之意就說 正以為他們引以為容的 正以為他們驕傲的人物 都已經死了 你自己是誰 竟然說聽你的吩咐 我就不用死 你既然跟我說 聽你的吩咐我就不用死了 難道你比我所認識的先知 更厲害嗎 難道你比我所認識的先知更厲害嗎 其實真的很諷刺 這段經驗 其實這段經驗真是很諷刺 因為在31節他講到 耶穌是遞了一群信他的猶太人 來講這番話 因為31節裡告訴我們 耶穌是對著一群相信他的猶太人 說這番話 這些人是聽了耶穌的教導 之後才相信他 耶穌教導他們什麼呢 這句是聽了耶穌的教導 他們才信了耶穌 那耶穌教導他們什麼呢 我們回到前面看 28到31節所講的 我們回到前面的新聞 就是28到30節裡面提到的 耶穌說 你們舉起人子以後 並知道我是基督 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 是憑著自己做的 我說這些話 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 他沒有偏向我獨自在這裡 因為我常做了他所惜的事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 就有許多人想答 他們明明是相信耶穌的 但是究竟什麼原因 令他有這麼大的改變 他們明明已經相信耶穌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 導致這麼巨大的意見 我看到他們的信 其實是一個很膚淺的外國 我看到的是 他們的信其實真的很膚淺 膚淺的意思是 他們的信是沒有根基的 膚淺也就是說他們的信沒有根基 他們沒有什麼去思考 為什麼要我們去跟隨 他們並沒有認真去思考 為什麼要對手 我們仍然有很多人 以為是信了 或者是上了武道班 受了誓之後 就可以找到上天堂的目標 今天我們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 以為我們上了木刀班 寫了寫了寫 我們就找到了這一張上天堂的本條 我不是否定這個情況 我在這裡並不是要來否認這樣的情況 但我更加肯定的是耶穌所說的話 但是我更加肯定的是耶穌他說的話 我實實在待地告訴你們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遠不變死 就是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若遵持我的道 就永遠不見死 在馬太福音裡面 耶穌也這麼說 在馬太福音裡面 耶穌也這麼說 凡之歡我主要主要的人 不能都中天國 唯獨遵行我父子義的人才能進去 耶穌說 凡稱我主要主要的人 不能都中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才能進去 要進行上帝子義吩咐的人才能進去 唯有遵行上帝子義吩咐的人才能進去 面對著猶太人那種情緒高彩的指責 面對著猶太人的情緒高漲 面對他們的指責 耶穌就說了一句很震撼的說話 耶穌他講的正義句震撼的話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還沒有阿伯阿伯就有了我 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還沒有養過了很久的我 表示猶太人一直憑著要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其實在耶穌的眼中 他都是一個小人物 就是在這裡耶穌明白告訴他們 猶太人所認為的這位偉大人物 在耶穌眼裡就會有什麼事 或者我們嚴謹一點的來講 其實是不應該相提平衡的 或者嚴謹地說不能與耶穌相提並論 這句話應該是幫助這群猶太人 去明白到他們自己的錯處在哪裡 這句話本來是應該可以幫助 用太人明白到他們自己的錯處 讓他們回轉回知道 耶穌基督的身份是怎樣 讓他們可以有鬼轉明白到 耶穌基督的身份是什麼 但很可惜 因為他們錯誤的前置 自我意識過大 但是可惜的是 因為他們錯誤的前述 他們太過自我 驕傲有膚淺的信仰 讓他們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 而他們那個驕傲自我 這樣的一個信仰 導致了他們錯誤的一個決定 就是把救主耶穌從他們的地方趕出去 就是把這位救主耶穌從他們的地方趕出去 他們就拿石頭來扔耶穌 他們拿起石頭要來炸耶穌 要把耶穌趕出去 他們把耶穌趕出去 其實今天我們回去看整傳的經驗是一個悲劇 今天我們看這個經驗其實是一個悲劇 耶穌是一群順利的人 揭示一個真相 耶穌在向一群相信祂的人 揭示一個真相 就是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珍視我的母徒 你們必表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就是你們若常常遵守我們的道 你們就珍視我的人徒 你們必想的真意 真意必叫你們自我 我相信耶穌的目的 是要教導並且建立這群信律的猶太人的信仰 我相信耶穌在這裡 祂是要來教導 並且是建立這一群猶太人的信仰 可惜 猶太人是因為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前置 可惜的是 這群猶太人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情色 選擇了一個錯誤認定的對象 他們就選擇了一個錯誤認定的對象 到最後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最後他們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這個應該是很何悲的事情 這個是悲劇 聖經能力這個悲劇 讓我們知道它的目的 是要避免我們重複犯錯 聖經留下這樣的悲劇 就是要進行避免重複犯錯 鼎姓姓妹 不論我們今天認識耶穌有多深 不管今天我們認識耶穌還有我生 我們都需要常常來守耶穌的教導 我們都需要常常遵守耶穌的教導 在遵守耶穌的教導裡面 我們會更加深來去體會到 認識到耶穌基督 在遵守耶穌基督的教導的時候 我們更深地認識更深地回答 我們會看回到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好生命 我們就能夠更深地體會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好生命 當我們更深地去認識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我們的老我 被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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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更自由地來做上帝的工作 我們就能夠更自由地來做上帝的工作 更自由地來活出上帝的生命 就能夠更自由地活出屬於上帝的這樣一種生命 我們就更自由地來活出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愛上帝和愛人如己的生命 我們就能夠更加自由地活出 盡心、盡心、盡力、盡力愛上帝 而且愛人如己的這樣一種生命 假如你是否認識耶穌基督的教導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還沒有認識耶穌基督是神 希望你可以為自己人生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希望你能夠為自己的人生今天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承認自己的過範 承認自己的過範 得罪人也得罪上帝 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 需要接受主的救贖 我們需要接受主的救贖 我和你都是一道罪人 我跟你一樣都是罪人 所以我們大家都需要耶穌的救贖 所以我們都需要耶穌的救贖 如果你在這方面有疑問 我希望你可以找牧者 或者找你認識的基督 和他分配在我們心裡的需要 如果你在這方面有任何的疑惑 他們可以找我們莫者和你認識的基督的朋友 分享心裡面的需要 我想要你要 shootings Unity 指放在我們對我們身上 天師哈地祝福每個人的生命 我們一起祷告 天師哈地 讓我們一起祷告 天師哈地 讓我們謝謝你 神父上帝 讓我們感謝你 聖經裡把很多事情都揹示給我們知道 謝謝你在聖經當中 把很多的事情都是給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上帝你的愛 你的救恩 讓我們看到上帝你的愛和你的救恩 讓我們知道人的圓絕 讓我們看到我們人的環境我們的余祖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放下我們自己的錯誤的地方 讓我們能夠放下我們自己的錯誤 願意避主你的愛你的感動 願意祝你自己的愛情感動我們 幫助我們能夠見到不見死的一節 讓我們能夠見到那不見識的日子 讓我們能夠恢復與你的關係 求主幫助 求主你幫助我們 以上都會奉耶穌基督得成人家 祂告司奉主耶穌基督得上的一節 阿們